今天下午台东县政府依照中央次项举报告 超大豪雨累积雨量已经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 因此今天下午全县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 画面上右边显示的是今天下午5点为止 台湾全区的累积雨量图 可以发现东台湾从宜兰往南延伸到花莲台东 在到南台湾的屏东 累积雨量都达到红色和紫红色等级 而根据画面左边气象局的统计资料 从今天临时开始一直到下午5点 全台单日累积雨量的前5名 集中在屏东县 台东县 而单日累积最高雨量落在屏东的太武厢 降雨量高达427毫米 日累积雨量第6到第10名 在台东县以及花莲的凤林镇 整体而言台东县今天降雨量惊人 而严平 鹿野 金峰 碑南 还有东河湘都进入了前10名 另外如果从前天10月12号开始累计的话 3日累积雨量的前5名 则是落在宜兰县大同乡 还有台北市 而且前3名都是在大同乡内的观测站所测得 3日累积雨量前3名分别达到了993 975以及878毫米